在硝烟修炼期间 这里并不平静 总有人会感应到此处有气息存在 零零散散 便是有队伍前来 审聚还是非常有觉悟 当马仔就要有当马仔的觉悟 和鱼托二人联手 接近此地的队伍 无一例外皆是被前抹杀 只不过 能够来到此地寻求造化者 弱者只占据极少数 几乎可以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那些想凭运气进入这其中寻找造化者 只要实力稍弱一些 皆是结局凄惨 唯有一少部分人 明白他们如今的处境 这幅度更深一些 方才能真正存活 这里不是弱者提升实力的地方 乃是强者狩猎弱者的狩猎场 只不过 这个狩猎场 乃是天和魔尊所营造而出 但凡是吞服元丹者 大多都无法耐受内心之中的躁动 极其施战 因此也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陨落者的数量 还在逐渐增多 森林之中若是有一抹威风俯过 便是能够从那威风之中 嗅到鲜血的味道 这里的战斗非常残酷 魔戏正在促使引诱着人们之间爆发更多的战斗 与此同时 在灭杀了约莫十几人之后 于拓和沈聚也是遇到了劲敌 两名第二部和一名第三部 总人数约莫有七八人 实力最弱者 其是九星斗神 此刻 于拓和沈聚被众人包围其中 这七八人更是没有废话 直接出手围攻二人 现在这种情况下 要么畏畏缩缩 要么就一路站下去 显然这一队人马属于后者 这 于拓一咬牙 感觉到了眼下情况不对劲 他们二人面对这八人 胜率并不高 虽然沈聚很强大 但是于拓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万人身上 扯什么扯 给老子一起上 人多就了不起啊 就在此时 沈聚便是开口怒斥一声 锯齿扛在肩上 高大的身影充满压迫感 先退吧 他们人多 没必要厌汗 于拓咬咬牙 若真站起来 沈聚第三部的实力自然不惧 即便不敌 他也有全身而退的能力 而于拓则是第一部 一旦战败 他便会成为炮灰 你去叫人 老子先与他们斗上一斗 沈聚摆摆手 沉声怒吃倒 与拓没有废话 身形直接往后急速倒射 沈聚脚掌向前一脉 下一瞬 脚掌之下尘土飞扬 他的身形也是暴力而出 如同一头下身猛虎 面对这八人没有丝毫聚色 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 若是有一丝丝害怕 那么这一战 即便实力再强 也有50%的可能会败 战斗便是不要有丝毫畏惧和胆怯之心 这是沈聚的战役 无谓的战役 此时 其余斗神退避截阵 两名地质不朽 第二部率先略出 和沈聚硬撼在了一起 虽说沈聚是第三部 但是两名第二部 要与他周旋并不难 毕竟不是绝对的实力碾压 这两部第二部的强者实力也并不弱 能够以如此方式走到现在 其实没有一个会是善累 但沈聚还是以绝对战力将二人震退 不过就在他将二人震退的时候 头顶之上的巨大黑影闪略而出 下一瞬便是朝着沈聚猛砸而去 沉闷的声响 裹挟着强烈的能量冲击 朝着四周激荡看来 距离让沈聚整个身形一半 都陷入到了地面之中 而在其头顶之上 赫然是一道身影 双脚之上幻化出龙爪虚影 而此人乃是这群队伍里的最强者 和沈聚实力相同 也一样是地之不朽第三步的强者 而且似乎和沈聚更为相似的是 此人的战斗方式 也同样属于肉身力量性 只不过他的模样和沈聚不同 身材并不算高大 但其攻击席选的时候 却有龙银之声响彻 第三步镇压沈聚之时 另外两名第二步的强者 再度朝着沈聚攻击而来 此刻沈聚只能是一咬牙 攻势逐渐变得疯狂起来 以一人之力抵抗三人为攻 可这三人皆非寻常货色 沈聚的身形连连后退 身上此刻出现了 大大小小的伤痕 好在是其肉身力量 也是十分强大 以其不朽强者 恢复本就惊人 一时半会儿 似乎他们也拿沈聚没有办法 之后差不多了 天罡八猎阵 骑 此时 便是听到第三步的强者一声怒吼 其余没有参与战斗的几名斗神 并没有闲着 而是在三人与沈聚集战之时 他们已经悄然将阵法布置 而三人也是在这时 落入阵法之位 皆是有强大的不朽之力 同时涌动 杂揉三人的不朽之力 此时顿时迸发出自营的光芒 以掩耳不及迅雷 一道光线直接横走而过 沈聚顿时瞳孔咒缩 因为他侧头一看便是发现 自己的左臂已经不见了 显然这第一道光线 还不过只是开胃菜 下一瞬 无数光线便是朝着沈聚呼啸而来 这些光线若是全部落在沈聚的身上 即便是不朽有强大的恢复力量 若瞬间将其切割成碎肉 那会成为别人砧板上的鱼肉 第三步不朽在极度重伤之际 同样也能被抹杀 沈聚瞳孔当即咒缩 只见他手中光芒闪烁 树道巨顿凝现 不仅如此 他此刻拿出了一枚金丹 吞入口中 整个肉身顿时焕发出了金色光泽 能够增强防御的招数尽数施展 一道道光线飞速而至 沈聚面前的巨盾 瞬间就被切割成了粉碎 此时 沈聚不朽之力涌动 但光线 依旧充斥着绝对强大的威力 瞬息间 便是洞穿了沈聚身形 整个人依旧没有逃过 被四分五裂的下场 其心脏也是暴露在了空气之中 那第三步强者目光阴冷 心神一动 再度移到光线 便是朝着沈聚的心脏掠去 这一击 即便不会让沈聚陨落 但至少也会让他的实力大低 光线速度极快 但与此同时 远端也是传来了呼啸之声 下一瞬 便是听到刺耳的轰鸣之声响彻 一柄燃烧着火焰的锯齿 悬停在了沈聚心脏之前 具备强大威力的光线 红在了锯齿之上 只见锯齿发烫 却没有办法会被齐鸽而开的意思 监洛 灯